你不能开车 你不能开车 柏里国中近年来积极推广PowerTech课程 并在2017年青少年科技创意大赛中取得游异的成绩 柏里国中校长迈述Taget-Ludden表示 希望在普里国中成立创课中心 让普里镇有兴趣学习的学生都能够有交流的平台 进而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意 为社会培育科创人才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能够成立一个创课中心 来服务大普里地区的学子 而特别是国小的孩子们 我们在普里国中非常成熟的Maker 手造的成熟的技术跟课程 我们也希望能够结合城市语言 让我们的Maker能够更进阶来突破很多的可能性 参与这次比赛的学生表示 PowerTech的创作要融合许多学习过的知识 并在比赛当中也常常会发生许多突发状况 是非常考验学士基础 创意以及临障反应的一门课程 自己会有那种 就是可以动脑去把学科上的东西 把它用到这上面来 然后也可以把一些 我已经学到的 只是传授给学弟这样 会遇到很多突发状况吧 然后可能平常也都没有 就是平常练习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这些状况 然后就是要在比赛的时候 然后团队合作然后运用平常的技巧 以移去克服 先议员廖志诚表示 PowerTech是培养科创人员非常好的一门课程 也建议幸福 能够在普里国中成立创科中心 培育更多优秀的人才 所以说这就能够培养将来的科学家 从这里开始 而且我们的普里国中的蔡主长 非常有心 包括去他的学期里面的小学校 去跟他们教 包括去到国际的感染国小 这可以说非常有心 可以来推动 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要求 我们的省政府的教育处 我们来把教育部和国科会 看来可以投一些经费 在我们普里国中这里 设计一个创科中心 可以成立一个中心之后 来培育更多的人才 副议长潘育权 肯定普里国中推广PowerTech课程的用心 让学生在脑力激当之下 发挥创意 为普里镇培育优秀的科创人才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